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字化转型其实就是利用数字化的一些技术 一些新的技术 使企业的这个流程管理进行重构 以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说在这个医疗如何实现这个智慧化 患者的服务如何实现这个智慧化 后勤的管理如何实现这个智慧化 国家提出了一系列这个新的要求 所以说这个智慧医院的这个建设 有这种驱动力使得这个医院进行数字化转型 医院这边这个整个网络 它都是在很多年前建成的 这种建成的网络 它都是基于那种传统的架构 它的拓展性 它的安全与稳定性 它是承担有一定的问题的 对这个速度化转型 都对医院这边是一个挑战 因为华为的它整个网络 它的结构非常简洁 就由以前传统的三层架构 就直接变成了两层架构 它的带宽也非常高 因为你整个光纤下来以后 带宽上下行对等 它升级非常容易 这两年以来 我们自从采用了华为的星光系列以来 就是它的这个网络的质量 稳定性和可靠性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非常好的实现了 国家的这个战略目标 例如说双向转诊 检验检查结果的互联互通 等等 这是第一个优点 在第二个优点 我们整个影像这一块 就自从采用了这个全光网结构以后 它这个访问的流畅性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做一个双元CT的一个患者 假设它有那种增强性的三强CT 就是它有一千张影像 那么在以前的那种模式 三层架构下面 它访问这一组数据 在业务高峰期的时候 很可能要二十几秒 三十几秒 那么自从采用了这种新的架构之外 就是整个它都只需要一秒钟以内 它就能够读取这些数据 它的这个访问的流畅度非常好 再第三个就是在传统的架构下面 它是从核心交换机到汇聚 再到这个接入层 它有几千个点要管理 这里面由于是多层交换 它网络的可靠性 稳定性以及它的安全 它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那么实施了这个全官网以后 你整个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应用 就是包括IPTV IP语音等等这些应用 全部把它纳入了一张这个全官网里面来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只需要管理好这一张全官网 就能够管理好所有的这些网络 那么在国家的整个智慧医院 在未来的这个建设里面 它那个全官网 5G 物联网 WiFi 6等等这些 一定是我们智慧一让 智慧基建 智慧原区这里面一种形的趋势